我問大家有沒有經常運動呢? 當然沒有,我們這麼忙 我們沒有時間 就是沒有時間才想辦法 看看怎樣可以運動 我想問大家 如果有些運動是不用時間的 不需要你特別拿時間出來做的 你們做不做得到? 做 還不用錢 做 還不用儀器、器材 又不用去健身的 真的有嗎? 是零時間運動 零金錢、零義氣 但一定要靠自己 這麼好? 只這麼好 是三好 很容易 很好玩 還很快見客 這麼正就做到 講這麼久 究竟什麼是零時間運動 快點開股吧 零時間運動 可以燃燒能量 加強肌肉 還可以提神和減壓 那就是怎樣做 示範一下吧 示範一下吧 零時間運動第一招 就是按腳 可以兩隻腳一起按 細小的 靜靜的 輕輕的 又可以只按右腳 又可以只按左腳 又可以兩隻腳能扭硬 又可以慢慢慢慢硬 又可以很快很快 進入快快 然後又可以慢慢 靜靜的 沒有人知道你在做運動 如果你這樣做運動 半個小時都沒有人知道你在做運動 但是又可以用力 加快 加速 做到很誇張 好像踩單車一樣 好像踩單車一樣 左右腳 踩單車 對 對 做這些硬硬的運動 可以燃燒能量 加強訓練你的肌肉 幫助血液循環 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可以產生熱力 可以使到 甚至有些氣喘 甚至心跳加快 這些運動的效果是很好的 現在我們又慢慢運動 又靜靜靜靜做運動 零時間運動 原來拍手掌都可以做的 很多時候我們有機會 我們會 需要拍手掌 表示多謝 表示欣賞 表示支持 但有些人 就沒有什麼力 好像沒有什麼誠意 但你反過來想 如果你能夠盡力 用力 很積極地拍 其實也是一種運動 大家一齊 我們開始拍手掌 我們聽到 即使是拍手掌 都要用很多力 是否大家都開始覺得對手有點累 即是鍛鍊肌肉 是否覺得氣開始有少少速 這些就是幫助你加強你的心肺功能 以及是否大家覺得已經開始全身發熱呢 熱啊 熱啊 所以當你就算現在 大家停止 沒有拍手了 你整身都是熱的 即是表示你的身體 都是繼續燃燒能量的 那是否好處 你拍手掌 然後 然後 燃燒能量 加強肌肉 促進心肺功能 我們大家再拍一次 再拍一次 我們拍完手之後 你看到雙手都紅了 其實就是增加血液循環 效果很好